各位学员大家好 欢迎来到环球网校 我是张军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第三节的内容 第三节讲的是建设工程项目的组织 那这一节其实是我们整个第一章当中 涉及到分值比较高的 每年差不多考到四分 所以要求大家必须要掌握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涉及到的主要考点 一共是有这么三个方面考点 首先第一个是系统的概念 在这里大家一定要去理解 到底什么可以认为是一个系统 比如说一所医院 一所学校 这个都可以理解成是一个系统 再比如我们环球网校 也可以认为是一个系统 好 那么区别于刚刚我给大家举的 这个学校啊 医院啊 环球网校啊 区别于这些简单的系统之外 我们也可以把一个建设工程项目认为是一个系统 好 所以接下来他先给我们讲的就是 当把一个建设工程项目认为是一个系统的时候 那么这种系统它具有哪些特性 关于这个特性 一共有三个方面 好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影响系统目标实现的因素又有什么 哪些因素能够影响到这个系统目标的实现 好 这个影响因素呢 还是三个方面 一会儿我们会展开说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考点 是组织论的内容 其实从第二个考点开始 我们就进入到了整个这一节最核心的部分 组织 什么是组织论呢 组织论就是组织的基本理论 那么在这里我们会讲到三个方面的基本理论 那同样一会儿会详细说 好 然后第三个大的考点呢 是组织工具 注意 这个组织工具 其实它是用一些图形或者是表格的形式 去表达刚刚我们提到的组织的基本理论 那么一共呢 它是有六种不同的组织工具 这六种可以分为是四图 两表 那四图 就是项目结构图 组织结构图 合同结构图 还有工作流程图 四图 两表呢 工作任务分工表 管理职能分工表 好 其实在整个第三节 这三大考点当中 要求大家重点掌握的是第三个 就是这六种组织工具 它们的不同之处 很有可能这四分就考到这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详细内容 想看第一个考点 建设工程项目系统的特性 就是当我们把一个建设工程项目认为是一个系统的时候 那么它具有哪些特性 一共有三个方面特性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一次性 第二是周期长 第三呢 是各个参见单位的关系不固定 利益不相同 我们分别说 什么是一次性啊 这个一次性呢 它强调的是 没有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项目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那可能有学员会提到 我们用一套图纸去建设两遍呀 但是这种情况 你建设的时间可能不一样 建设的地点肯定不一样 涉及到的一些材料啊 或者是涉及到的一些施工的人员 也有可能不一样吧 所以 每一个建设工程项目 它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个说的是一次性 就好比说 我们全世界没有两片树叶一样 没有两颗鸡蛋是完全一样 就这个意思 一次性 独一无二的意思 好 然后第二个周期长 这个周期长呢 它指代的就是 你看我们上个节课 给大家讲了项目的全数名周期 它包括决策阶段 实施阶段 还有使用阶段 在这里 它这个周期长 强调的就是 整个项目的全数名周期 它的时间是很长的 所以说的是周期长 来看一下啊 建设项目全数名周期 一般有决策阶段 实施阶段 和运营阶段组成 当然 这个运营阶段 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是 使用阶段 或者是运行阶段 都是一个意思 你看 全数名周期 是由这三个阶段组成的 它的全数名周期 持续时间很长 这个说的就是周期长 好 然后看一下第三个 各参见单位的关系不固定 利益不相同 对整个项目的整体的建设 其实它有很多的参与方啊 我们上节课就讲了 比如说有业主方 有设计方 有供货方 有施工方 等等有很多参与方 并且像施工方的话 它还有施工总包 或者是还有施工分包 对吧 所以你看啊 这么多的参见单位 它整体上的利益是不太一样的 比如说业主呢 它主要是服务于他自己 而剩下的各个参与方呢 是先服务于项目 再服务于自己 所以他们整体上这个利益是不一样的 而且关系也不固定 比如在这个项目上 你是总包 我是分包 那很有可能 我们到了下一个项目上 我们都是分包 所以关系不固定 利益也不相通 好 这是第一个考点 当把一个建设工程项目 认为是一个系统的时候 它拥有这三个方面的特性 那么关于这个考点 它可能怎么出题呢 很有可能对于这三方面的特性 去考一个多选 当然也有可能说 给我们一种描述 然后让我们去判断 对于这种描述 它考察的是哪一个特性 好 那接下来 对于它的考法 我们来看一下 考点清单 第一个 建设工程项目系统的特性 包括哪三个方面 一次性 没有完全一模一样的两个项目 第二个周期长 整个项目的全受命周期 包括决策实施和使用 时间很长 还有第三个 各个参见单位 关系不固定 利益不相同 好 分别理解每一个特性 很有可能去考察单选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相关的题目 建设工程项目 作为一个系统 那么它具有哪三个方面的特性 一次性 独一玩耳的 周期长 三个阶段 加在一起 时间是很长的 各个参见单位 关系不固定 利益不相同 不是永久性 是一次性 也没有强调到 这个目标性强 就没有说这回事 所以这道题 正确答案选择的是 BCD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考点 是影响系统目标实现的因素 影响一个系统目标实现的因素 一共有三个方面 有组织因素 人的因素 还有方法和工具 那么对于这三个标题 它很有可能去考察多选 就是单纯的对于标题的考察 来考多选 或者说 对于第一个组织因素 去考察单选 好 然后接下来我分别来解释一下 首先我们先说组织 到底什么是组织 比如说平时我们提到的像团组织 党组织 这个都可以理解为就是这个组织 所以组织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为了实现某一个设定好的目标 从而形成的一个团体 一个集体 我们把这个团体 这个集体 认为就是这么一个组织 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想要建一栋房子 我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那么接下来 我要专门去找建房子的施工作业对 让他们形成这么一个组织 然后帮我去实现目标吧 再或者说 我想要修一座桥 我为了实现修桥的这么一个目标 我专门要去找修桥的团队 让他们形成这么一个组织 帮我去实现这个目标 所以接下来这句话 大家必须要清楚 就是系统的目标 决定了系统的组织 目标不同 组织的成员 它也不一样 我建房子 就专门找建房子的团队 我修路 就专门找修路的团队 能明白吗 所以说是系统的目标 决定了系统的组织 那么反过来呢 组织是影响这个系统目标 实现的决定性因素 所以 在这三个影响因素当中 组织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好 那么这个就说完了 接下来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其实它所谓的这个组织 它指代的不仅仅是我们整个团体 不仅仅是团体 它重点的强调的是 在这个团体内部 它的一些具体的内容 给大家说一下 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团体 在这团体里面呢 有很多的部门 有很多的人员 好 那么在这里这个组织 其实它重点强调的是 在整个团体内部 谁管谁 就是谁可以向谁下达指令 谁是老大 谁是老二 谁是老小啊 你在这里必须要去明确 谁管谁 还有呢 每个不同的部门 不同的人分别要干什么事 就是谁干啥 第三个 怎么干 对于你所要完成的一个任务 你到底该怎么去执行 怎么干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你必须要清楚啊 在这里提到这个组织 它重点强调的是 在整个团体内部 谁管谁 谁干啥 怎么干的问题 它重点强调的是这三个方面 好 其实这个概念 最早呢是源自于美国 我用一分钟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在1956年的时候 美国它想要建一颗北极星导弹 想建一颗导弹 当时的参见单位呢 一共有两万多架 你看 这两万多架 它是不是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组织啊 对吧 然后当时的美国政府 他就很慌张啊 很着急啊 他认为 这个参见单位太多了 我们首先是不是先要明确出来 我们先要干什么 才能够让这个导弹得以实现呀 因为参见单位太多了 所以当时他们的决定就是 我们必须先要明确出来 在这两万多家内部啊 整个团体内部 谁管谁 这两万多家 谁是老大 谁是老二 谁是老小啊 谁管谁 以及每一家干什么事呢 以及他们干的工作 怎么干呢 他认为我们必须要明确 这个团体内部 这三个部分 如果不明确的话 那么这两万多家 它就是一盘散沙呀 我们就没有办法 让这个导弹得以实现了吧 对吧 而这三部分 正是这个组织内部 需要我们重点去明确的 所以他强调了 这个组织 整个组织里面的内容 才是我们影响系统目标 实现的决定性因素 明白了吧 好 这个说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人的因素 这个人呢 就包括生产人员 和管理人员的数量和质量 我不仅仅会强调 生产人员管理人员的数量 我给你提供多少人 不仅仅要强调他的数量 是两万家三万家 我还要强调他们的质量 你必须要保证 每一家都是精英 那都是相关专业的 而并不是业余的 所以在这里 他既强调了数量 又强调了质量 好 第三个 方法与工具 这个方法与工具 比如说我们目前 很火的 BIM技术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方法和工具 这个方法和工具呢 它也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生产的 方法和工具 一个是管理的 方法和工具 跟生产有关的 和跟管理有关的 好 这就是影响系统目标 实现的因素 组织 人 方法和工具 而其到决定性作用的是 组织 必须要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涉及到的考点清单 第一个 影响系统目标 实现的因素 包括哪三方面啊 组织 人 方法和工具吧 而且哪一个 是决定性因素 组织 看第二个 哪一个影响因素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组织啊 第三 系统的组织 决定了系统的目标呢 还是系统的目标 决定了系统的组织 是目标决定了组织 我干不同的事 我要需要不同的人 不同的团队 所以说是系统的目标决定了系统的组织 好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题目 第一个 影响一个系统目标实现的主要因素 包括三个 有组织 而且它还是决定性因素吧 还有人 还有方法和工具 这个人强调的是生产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数量和质量 他既强调了数量 又强调了质量如何 而这个方法和工具呢 他强调的是生产的方法和工具 还有管理的方法和工具 好 我们来看一下 A呢 说的是管理人员的数量 管理的方法和工具 生产的方法和工具 正确 还有生产人员的质量 正确 我们没有提到作业环境 所以这道题正确的答案选择ABCD 好 好 看一下第二题 关于影响系统目标实现的因素的说法 正确的是 挑对的 看A 组织是影响系统目标实现的决定性因素吗 在整个影响因素里面 有组织 有人 有方法和工具 其中组织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正确 看第二个 系统的组织决定了系统的目标 到底是谁决定谁啊 是目标决定了组织吧 我干不同的事 我要专门去找不同的团队 对吧 所以说是目标决定了组织 他这个正好颠倒了 第三 增加人员数量一定有助于系统目标的实现吗 我给你更多的人就一定能够保证目标实现吗 比如说我给你的这些人 全是饭桶 每天就值得干饭 他能够一定有助于目标实现吗 不一定吧 太绝对了 我们在考虑人的时候 不仅要考虑数量多少 还得考虑给到这个人的质量又如何 数量跟质量都要考虑 第四个 生产方法与工具的选择 与系统目标实现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啊 生产的方法和工具 它也是一个影响系统目标实现的因素之一 他说无关错有关 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选择的是A选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考点 是组织论的内容 这个组织论 其实说的就是组织的基本理论 而在整个组织论里面 他重点强调了三个方面内容 这三个方面内容在上一个考点当中 我简单给大家提到过 那我再来说写一下 哪三个内容呢 就是在整个组织团体内部 谁管谁呀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在整个组织团体内部 谁干哪些事呢 还有这些工作都怎么干呀 好 这三个就是这个组织论里面 他重点强调了三大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书当中 他怎么表达的啊 在我们教材当中呢 他用这三个组织结构 组织分工 还有工作流程组织 用这三部分来表达的 首先我们先说组织结构 什么是组织结构 这个组织结构 他强调的是整个组织团体内部的一个结构 换句话说 就是在整个组织团体内部 谁管谁 谁可以向谁下达指令 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组织 它里面有很多的部门啊 有很多的人员 那么这个组织结构强调的就是 这个部门可以向哪个部门下达指令啊 我可以管谁呀 这个说的就是 第一个谁管谁 强调的是整个组织内部的结构 即表达直连关系 谁管谁 然后第二个组织分工 组织分工 他重点强调的是 在整个团体内部 谁干哪些事 强调的是分工 就是要各司其职 说的是谁干什么事 那么这个组织分工呢 他包括两个方面的分工 一个是工作任务分工 一个是管理职能分工 那什么是任务分工 什么又是职能分工呢 我先来解释这个任务分工啊 这个任务分工 比如说我们上节课的时候 给大家提到过 项目管理 它包括了七项任务 有三控三管一协调 那么我把这七项任务 全部分配过去 你看你们部门负责安全 他们部门负责质量 那个部门负责费用 还有一个部门负责进度 等等 我把这些三控三管一协调 这七项任务全部分配出去 这个说的就是任务分工 不同的部门干不同的事 这是任务分工 然后什么又是职能分工呢 注意这个职能分工 它是和不同人 他的官职的高低 就有了不同的区分了 比如说啊 比如说你们部门 是负责进度管理 是要管进度的 好 那么在你们部门内部 是不是有 比如说有经理 有副经理 有一些主管人员 有一些实习生 对吧 你看 这些人 他们是不是由于工作的 官职的高低 他们干的事就不一样了呀 所以 在你们一个部门内部 根据官职的高低 他们干了不同的事 这个说的就是职能分工 他跟官职的高低 就有联系了 好 这个说的是组织分工 包括任务的分工 和职能的分工 然后我们再往下 工作流程组织 流程组织 他重点强烈的就是 这个活 这个工作到底该怎么干的问题 我们要遵从一定的流程 比如说我先干工作一 然后工作一干好之后 再干工作二 然后我再往下干 它是有一定的流程的 就是怎么干的问题 好 这是整个组织论里面会涉及到的这三大模块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话 他说 组织结构模式 组织结构 和组织分工 这两个都是一种相对静态的组织关系 几乎不会变化 谁管谁呢 上级部门管下级部门呗 都是上级部门管下级部门啊 这个几乎不会变化呀 还有谁干什么事 像这两部分 主要它就是一个相对静态的 而工作流程组织 第三个呢 它反映的是一个组织系统当中 各项工作之间的逻辑关系 我先干工作一 然后干工作二 然后干工作三 然后再往后 它表达了一种逻辑关系 它是一种动态的关系 所以在这里大家要注意 这三部分 只有工作流程组织 它才是动态的 其他都是静态的 必须要注意到啊 好 那么关于组织论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考点清单 第一个 组织论重点研究的是 哪三方面内容 第一 组织的结构 就是整个组织内部 谁管谁 第二 组织内部里面的分工 谁干什么事 而且这个分工分为两个 一个是任务分工 不同的部门干不同的事 第二个是职能分工 这个你可以理解为 在你们部门内部 根据官职的高低 它就有了不同的任务了 好 这是任务分工和职能分工 然后第三个 是工作流程 流程组组织 而这三个是不是只有流程组织 它是动态的呀 其他都是静态的吧 好 看一下第二个 组织论的内容当中 哪个表达动态的逻辑关系 工作流程组织是动态的呀 组织结构模式表达什么关系啊 组织结构 整个组织团体内部的结构 表达的是指令关系 上级部门向下级部门下达指令 谁管谁嘛 好 组织分工包括哪两方面分工 任务分工和职能分工 其实这个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 一说任务分工 比如说这是不同的部门 任务一任务二任务三任务四 这是任务分工 而职能分工你可以理解为是在你们部门内部 比如说你们部门内部 有老大有老二有老小吧 不同的人他的职能是不一样的 这个说的是职能分工 我们可以简单的这么去理解 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题目 看这道题 下来关于组织论的说法正确的是 看啊 看A 组织结构模式是一种相对静态的组织关系 这三个内容除了工作流程组织是动态的 其他都是静态的吧 正确 工作流程组织反映一个组织系统当中 各项工作之间的逻辑关系 正确 工作流程组织是一种相对动态的吧 流程组织表达的是动态的逻辑关系啊 它是动态的 组织分工是一种相对静态的啊 分工谁干什么事相对静态的 组织结构模式反映一个组织系统当中 各子系统之间的指令关系 正确 组织结构反映的就是在组织团体内部 谁向谁下达指令 这个说的就是它的内部的结构啊 指令关系正确 所以这道题选A B 还有一选项 这道题是在组织团体内部的结构 这道题是在组织团体内部的结构